這張圖像震撼了很多人 愛不是觀光 剛剛看到的台港情侶 是分隔兩地 跨境戀人其中一例 其實台灣像這樣 因為疫情分隔兩地的伴侶不少 他們不是觀光客 但有來台灣團聚的需求 不過因為尚未結婚 無法申請來台 現在全球不少地方都發起了 愛不是觀光的活動 為跨境伴侶情願 台灣也發起了連署響應 希望這群有情人的需求 可以被重視 所以我們想跟政府說的是 愛不是觀光 走到這一步不容易 台版Love is not tourism 發起人之一 Ivy與夥伴 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 為跨境伴侶發聲 採訪團隊與她都起了一大早 因為平面設計師Ivy 其實是尋常上班族 我們得趕在上班前訪問 疫情前 她有個穩定交往的男友 還計畫到對方國家唸書 我這幾個月其實我今年也是蠻煎熬 就是家裡也有人生病 然後我自己最愛的人 也無法在我身邊給我支持 就是心裡真的非常煎熬 對外國人的部分 只要除了觀光跟一般社會訪問以外 其他的都可以來提出申請 為了因應商務經貿交流 及人道因素需求 指揮中心六月起逐步開放外來人士入境 到了8月1號開放外籍人士有條件來台就醫 8月24號所有地區境外申都可以來台就學 與此同時歐洲各國有了Sweetheart Visa 中文執意為田新簽證的跨國伴侶簽 讓沒有居留證件的跨國伴侶能申請相見 Ivy決定也要在台灣推動訴求 她在網路上發起連署 一則則故事湧進來 她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人跟自己一樣 都是疫情受災戶 我們其實還是被歸類為觀光客 但是我們不是要來觀光大嗎 希望政府可以開放 有條件的開放我們的外籍伴侶來台灣 如果要核酸檢驗一定是要 政府要求的隔離條件也是一定要的 證明我們的伴侶關係 這個也是一定必要就是需要提出的 就是像是兩個觸不到的戀人 然後中間再加上我們的那個 用台灣牽起兩個戀人 律師譚恩碩也是活動連署人之一 他們研究全球跨國伴侶簽證 檢查條件 希望能讓政府作為參考 像是德國要遞交德國伴侶 護照邀請函 雙方都簽名的共同聲明 兩人合照對話記錄 先前到德國的來回機票證明 還有護照入境戳記 以及新冠病毒陰性檢驗報告 被疫情打亂人生 大家不失理性積極爭取 台灣在防疫跟隔離流程上面 都做得非常好 是個模範生 那我們也看到慢慢的從移工到留學生 到商務課逐步開放 其實疫情也是控制在一個 相對平穩的狀態 那是不是台灣也能夠成為 重啟國門的典範 新住民立委羅美玲 疫情發生到現在 也還無法返鄉探視父母 她感同身受 目前有250對 就是500人 裡面她的樣態很多 譬如說 也有說準備要結婚的 可是還沒有辦 那甚至已經懷孕了 然後卡在這個疫情的關係 結果後續沒有辦法進行 今年她陸續推動 外籍學生辦理 簽證就學 跨境婚姻 境外面談等措施 如何在防疫大前提下 完善人道需求 得跨部會一起討論 就算他們沒有婚姻關係 可能他們已經有小孩 那就是因為本來在疫情當中 要結婚的 然後因為卡住了 沒有辦法進行 可是實際上 他們之間的家人關係是存在的 這部分我們要先來做處理 那目前的話 領務局跟移民署這邊 他們可能會跟中央疫情中心 最近會開個會議 我們會分階段來處理 愛在瘟疫漫延時 新冠肺炎距離結束 還盼不到盡頭 國境封關讓這群空中飛人 斷了相愛的通路 站出來發聲 要讓心聲被看到 也是在這瘟疫年代 捍衛愛的實際行動 記者審方明高培騰 台北報導 並肯定地獲得 多 sat 注進行動 臨時